规律的音乐和无规律的音乐有什么区别 如何创作有趣的音乐 怎么说呢 我理解啊 可能两种 一种就是有调和无调 无调式音乐的话 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好听的音乐嘛 就是大家现在我们不是主流音乐嘛 然后区别就是一个是有调的 一个是没调的 然后所以说你拉的时候 这无调式的其实更难去找我们说的乐剧这种东西 然后有调呢会更容易去找 然后另外一种我理解的可能规律跟无规律去排比 用音乐的那个术语的话叫做魔镜 英文的话叫做sequence 或者叫imitation transposition 都可以 都可以 它只不过是不一样的等级 那这种就是排比嘛 就是有规律的 像比如说 这就是有规律的嘛 没有规律的就是 就是他们两个小姐之间 是没有规律的 那么他们怎么样才能变得有趣呢 说白了就是 你把有规律的之间你做一点点关系 比如说第一遍弱一点第二遍再强再强 然后就是这样子它就会让曲变得更有意思 在小提琴演奏中运用节奏的变化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 如何用加速减速强弱来创造不同 就是你可以根据这种音与音之间的关系 约据约据之间去找 寻找一点逻辑关系 让它变得更强调 还是说是更弱 这都是 你可以是变强的 是变弱的 然后你觉得哪边更舒服 然后就选哪边 关注我 绝情不走弯路